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共灯成佛 佛陀在社会国的奇术住时 每一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们向他求法 还带了衣食等去供养 社会城里有一个贫穷的姑女男陀 也常常去听佛陀说法 眼看国王大臣等富有的弟子 不断以名贵的东西供养佛陀 而自己却做不到 他很伤心 当然连一顿饭都要向人乞讨的他 哪来的东西供养佛陀呢 可是佛法告诉人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这世 命运不好怨谁 男陀女深知这些道理 他知道唯有不失 才能转变贫穷的命运 他知道 假如有智慧 就会重善因 不至于受苦 这天 男陀女很欢喜 因为她启得一件旧衣 以一件旧衣换得一文钱 以一文钱换得一盏灯的香油 她将有一盏光明的灯 供养佛陀 男陀女非常欢喜 终于如愿地 在佛前燃起了一盏灯 这时 她立在佛陀的面前 合掌 顶礼 致诚恳切地 发出她的心愿 愿这盏灯的光明 除去我多生以来 心中的暗昧 消除过去的罪障 获得大智大慧 人人都期望自己的前途光明 所以在佛前 有许多盏灯 第二天 天亮前 木剑连去巡视灯贡 发现国王和大臣们的灯盏 光亮很微弱 男陀女的灯盏 却灯注如星 光亮异常 等到天亮后 木剑连用扇子 要去熄灭这盏灯时 不管怎么卖力 也灭不掉男陀女的灯火 而其他的灯火 却在不知不觉中自灭了 木剑连觉得很奇怪 跑去问佛陀 佛陀为她解释道 这盏灯火 不仅用手 就是倾 四海的海水 来交坡 暴风 来吹袭 也不能熄灭 因为是主人 发菩提心 所布施的 木剑连 一个人 在布施时 假如存有轻慢心 或另有 孤明钓鱼的企图 所得的功德 一定很微薄 即使布施 很多物品 也是有违 也是有违的功德 佛陀说到这里 男陀女来朝礼佛陀 佛陀很慈合地伸出手 抚摸男陀女的头顶 为她授记道 在未来 阿僧奇节中 你将成佛 佛号灯光 具有十种 佛陀的尊号 于是 男陀女 就在佛陀的僧团 出家 为比丘尼 佛陀 男陀女 受你的受计 真幸福 可是 她为什么穷到那般程度 难道 是过去的造作 木剑连 很轻浮男陀女的发心 因此 男陀女走后 就悄悄问佛陀 佛陀答道 是的 当佳业如来 住室的时候 有一位富有的女居士 恭请如来 及弟子们 去受供养 但在她之前 如来 已承认一个 穷苦的女孩子的恭请 如来 没能先应她的供养 使她很不高兴 尤其对方 是个贫穷的人 越发引起她的嫉妒 和轻蔑 为了消除 心中的不满 她不惜 以恶语讥 毁谤人家 因此 招致以后 五百声中 永受贫穷的苦暴 现在 难得她悔过 发心 所以才能 受到佛法的 甘露灌顶 当时 社会成为城中 盛传着贫女奉登 得到佛陀的受计 许多人 许多人也仿效 以香 花 饮食 灯 来佛前供养 诺大的花园 四周摆满了 供养的物品 这时 佛陀知道 宣讲 使灯功德的因缘 已成熟 于是 以阿难为当机者 向大众宣说了 一段往事 过去 二十五阿僧奇节 娑婆世界 有个强大的国家 国王 名叫波塞奇 统领百千个小国家 他有一个太子和公主 太子 名叫宝记 公主 名叫牟尼 他们常常 供佛斋僧 当时 有位比丘 名叫圣友 也经常到处 去启化油膏等 燃灯的用具 回来制成 恳切的 燃灯供养 佛陀及僧政 很久都没见断 这件事 给公主牟尼 知道了 他非常欢喜 命人 请圣友比丘来 对他说道 我也发心 奉驰不失 你燃灯 所需要的用具 让我来供养好吗 好吧 圣友比丘 欣然地回答 从此 以公主 所供养的苏油 灯住 圣友 更加一层 勤劳于 燃灯工作 后来 家业如来 为圣友比丘 受祭 你将在未来 阿僧 祈杰 成佛 名号 定光如来 而公主 摩尼 就是我 我所以 能成佛 也是历节以来 布施 灯明的果报 许多四众弟子 在法会中 听到佛陀的 这番话 高兴地 愿奉驰 布施 愿意把 星光 来进行 供养佛陀 佛陀